第四十八章,铁弹侠掌必须喝,众功臣论功封上。 回到山下,众伙计一看,抿着嘴都不敢乐。 再看鲁莲熊的大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,就跟开花馒头一样,虽说没伤着骨头,但是实在是狼狈,难看啊。 伙计们憋着笑赶紧过来,帮着擦抹伤口,上了止疼药,用药不给包上了。 马伯通蹲在地上,累得呼呼直喘粗气,哀声叹气道,年年有饭桶,没有今年多呀。 鲁莲熊一听,脸上有些挂不住了,愁眉苦脸地冲着马伯通说,马大哥,谁知道那老道那么厉害啊。 早知道他那么厉害,我何苦自讨苦吃,找挨揍去呢?要我看,你也别在这耗着了,赶紧去另找高人吧。 哎,兄弟,辛苦你了。得了,我得接着搬兵去,改天要是有机会,哥哥再请你喝酒。 说完,马伯通骑上一匹大马,直奔山下跑去。 马伯通要去找谁呢?想来想去,就打算去找铁胆侠高羽。 马伯通心说,铁胆侠的名头有多响啊?人家要是肯出面帮忙,宝山他们或许就有救,要不然宝山他们就危险了。 马伯通一口气跑到地方,用手拍打门环,赶紧让下人通病。 开门的家人认识马伯通,一看老头回来了,赶紧去给高羽送信。 铁胆侠见马伯通去而复返,开始还以为是事情办完了,不过看到只有马伯通一个人回来了,便预感到有些不妙。 听马伯通把前因后果说完后,大吃一惊,这才知道,魏宝山他们几个被捉了。 老头也是热心人,闻听此事后,气得眼眉都立起来了,当即站起身道, 老兄弟,你前边带路,我亲自去会一会那个徐鹤,我看他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 马伯通欣喜不已,临行之前,差人赶紧回去给范文成送信,派兵围了铁茂山,交代完后,这才和高羽快马赶奔铁茂山。 这痛折腾,等到了山顶玉圆观,眼看着日头稀坠,太阳都要落山了。 马伯通一看,嘿,大门这回没休,这回好,不用踹门了,直接和铁胆侠迈大步就走到了院中。 到了院子里,马伯通大喊大叫,须和听到动静,嗖的一声,就从屋里蹦了出来。 见马伯通又请人来了,哭笑不得,晃着脑袋冲马伯通撇了撇嘴,行。 真有你的,马伯通,你这般救兵的本事,的确有两下子,一天不到,你给我弄来三拨人了,你到底还有完没完? 频道本来不想杀你,现在看来,今天就算追出山海关,我也非要把你的狗命取来。 马伯通呸了一口,冲着虚和骂道,饿道,你助纣为虐,不识好歹,帮着于渡海为非作歹,我看你这条命是活到头了。 事不相瞒,山底下已经让官兵围了个水泄不通,这回没有带兵上山,是给你一次次改过的机会。 你要是把于渡海生擒活抓,把魏宝山等人放出来,死罪可免,要不然,大兵压境,一走一过,就当平你的预言观。 少说废话,怕了,我就不干了,干了,我就不后悔。 人多怎么着,道爷我来去自如,根本就没把你们这些人放在眼里。 铁胆霹雳霞高宇,在庞立声喝道,虚喝,你可认识我吗? 你是谁? 铁胆霹雳,高宇。 哟,铁胆霹雳,听说过。 行啊,你竟然也搅和进来了。 听说你隐居二十载,怎么突然帮着打子办尸了? 好好的日子不过,你干嘛烫这次浑水,在家好吃好吃多好,犯得上到这儿来,自找难堪吗? 我说虚喝啊,你糊涂啊。 我且问你,你和魏宝山无冤无仇,为何下次独守? 再者,魏宝山是汉王亲赐的第一风水师,都算挂号了,如果他有个三长两路,别人能答应你,汉王能答应你吗? 你现在捅了马蜂窝了,就是众矢之地啊。 大军真要是围了你的预言官,就算你三头六臂,浑身是铁,又能碾几根钉。 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,第一,快点释放魏宝山等人,向他们赔礼认错。 第二,赶紧把鱼渡海主动叫出来,把解药献出来,立功折罪,尚且能保住你这条命,如不听良言相劝,你毁之晚矣。 虚喝撇了撇嘴,高宇,我看你也是个侠客, 这才你点面子。 不过,你可别不识抬举,蹬鼻子就上脸了,在这夸夸其谈。 我告诉你,我就瞅着他们不顺眼,我就不保皇太极,怎么着? 别看你有两下子,贫道不怕你,不服你就伸手吧。 话说到这份上,再说别的也没用了。 二人往后一退,各自亮出门户。 虚喝亮了个童子拜佛,铁胆霹雳霞高宇亮了个大蓬双展翅,两个人低溜溜身形一转,四只眼睛盯到一块了,围着天井开始转起圈来。 足足转了十几圈,虚喝一看对方不伸手,他有点急不可待,冷不丁地往下一俯身,往前一伸手,照着铁胆霹雳霞一口气打了六掌,踢了四腿,揍了六拳,像雨点一样扑奔高宇,高宇不慌不忙,闪斩腾挪,很巧妙地闪开了。 虚喝一看,这姓高的不含糊啊,低溜溜身形一转,二次往上一扑,一口气又打了十二掌,七拳,四脚,结果又被高宇闪开了,一口气虚喝发起了三次猛攻,四十多拳脚,也没伤得了高宇。 虚喝一剑,火往上撞,心说,姓高的可真厉害,就凭我这身功夫都练了几十年,连根汗毛我都碰不着,真叫我当众丢丑。 想到这儿,他像疯了似的发起第四次猛攻,就见他双臂齐摇,掌上挂风,跟铁胆霹雳霞就站在一处。 高宇一开始使的是八卦掌,起初一招一事清清楚楚,动作比较缓慢,可是后来越转越快,越转越快,在虚喝的眼里,四面八方全都是高宇的影子,把他转了个眼花缭乱。 俩人打斗到八十多个回合,高宇突然一变招,又变成大力金刚掌,掌法一变,就如同猛虎生意一般。 虚喝打着打着,就有点体力不支,他心中暗想,坏了,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,四大名剑的徒孙,这要当众丢丑,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啊? 不行,我一定要顶住想到这儿他使出野马分宗绝命三掌,他认为肯定能把高宇赢了,高宇将计就计,身子一转,笨东就走,给人的印象是抵不住了要跑。 虚喝心中暗息,认为高宇是不行了,心说性高的,我认为你有什么本领呢? 闹了半天,就这些能耐都都搂完了想走,没那么便宜。 这小子把牙冠一咬,打电步跳在高宇背后,恶狠狠笨后心就是一掌,嘴里还喊了一声,性高的,你给我在这儿吧。 这一掌发出去,把马伯通可吓坏了。 眼看这一掌都要打上了,没想到高宇使了个倒梯子金关,冷不丁一转身,立左脚飞右腿,这一脚正蹬在虚喝的小肚子上,耳轮中就听啪的一声, 把个虚荷蹬起来,有五尺多高,然后重重地摔落在地上,五官抽搐,四肢抖动,强咬着牙关从地上站起来,就好像喝醉了似的,一口鲜血喷出枪外,紧跟着身子往后一仰,当场死于非命。 马伯通一见,拍掌叫好,赶紧提醒铁胆霹雳霞,屋里还有个老道鱼渡海,千万不能让他跑了,要救在他身上。 铁胆霹雳霞闻听,斜身上部,直接冲进了屋里,再看屋里,空空如也,鱼渡海不见了。 这可把马伯通急坏了,伸手摸了摸炕上的棉被,还有股热气,看了看桌子上的药,还没有喝,就知道鱼渡海没跑出多远,肯定是看情况不妙,又开溜了。 见后窗户开着呢,马伯通赶紧也从窗户翻出去,和铁胆霹雳霞就追了下去。 书中代言,鱼渡海是跑了吗?还真让马伯通给猜着了,这小子眼见虚和打走了两拨人,心里就有了底,心说, 我这哥哥好本事,有他在,看来一时半会不会有什么危险,等到养个三五日,身体也就恢复得差不多了,到时候远走高飞,上哪找我去? 结果,马伯通三次搬兵,铁胆霹雳霞上来,和须贺这么一打,刚开始,鱼渡海并没当回事,不过后来,他看着看着就发现不妙,自己这兄弟好像要够枪,不是人家对手。 自己一合计,三十六计,走围上,先跑一步吧,这才推开后窗户,往后山逃去了。 鱼渡海从山下跳下来,虽说没摔死,可是也伤得不轻,跑了一阵,就感觉胸腔里像钥匙着了火似的喘不过气来。 不过,他心里明白,落在马伯通他们手上,没自己好果子吃,强撑着一直往前跑。 铁胆霹雳霞的脚有多快,三晃两晃,就发现了前边的鱼渡海,几个纵略就把他给追上了。 照着鱼渡海的后心,就是一掌。 哈,这一掌打得结结实实,一下子就把鱼渡海打飞了出去,落在地上哼了几声,红的紫的吐出一大堆来,双眼一翻,当场就给打死了。 铁胆霞伸手在鱼渡海的身上摸了摸,果然找到一只小瓷瓶,抓到手上后看了看,打开盖子一闻,一股香气扑鼻,赶紧又把盖子给扣上了。 马伯通赶到时,鉴于渡海已经死了,仍然有些不解恨,又踢了两脚。 回到冠里,马伯通把那小老道给逮住了,一问才知道魏宝山等人被关在了后山,立马叫小老道带路,赶到后山,这才把山洞里仍然昏迷不醒的魏宝山三人救了出来。 魏宝山醒来后,看了看马伯通,赶紧问马伯通,师叔,于渡海呢? 马伯通黑黑一笑,这才把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 听说余渡海死了,魏宝山长出了一口气。 大火下山,正迎上来源的官兵,见到范文成和大贝勒戴善,俩人一看魏宝山这些人回来了,惊喜道,哎哟,宝山啊,你可回来了。 没事吧,要到手了吗? 魏宝山赶紧道,要到手了,说来话长,一会儿再说吧,赶紧看看汉王的病况如何了。 赶回汉王寝宫,马伯通等人也跟了进来。 魏宝山进屋一看,短短一日,皇太极都变模样了,脑袋胖得像个水痘,两只眼睛肿得好像铜铃。 旁边站着十几个御医大夫,轮流在这守候着。 人们一看魏宝山回来了,不由心中都生起一线希望,御医大夫赶紧围拢过来问道,魏师爷要找回来了吗? 魏宝山点点头,从怀中掏出那瓶药,把这瓶药分成两份,一份放到净盆里,用温水泡开,搅匀了,再用这药水给皇太挤洗眼睛。 另一份用温水给他扶下,这会儿屋里屋外都是人了,一切背棋之后,由御医大夫亲自动手,先把药给皇太极灌了下去,然后再用棉花球沾上药水往眼睛上擦。 大家连气都不敢出,在旁看着。 约莫过了有半个多时辰,皇太极喝的药发挥作用了。 就听他的五脏六腑咕噜咕噜直响,紧接着他张嘴又吐。 人们把潭鱼拿过来,花花吐了有半桶绿水,腥臭难闻。 大夫一看笑了,道,魏师爷,这回好了,汉王把肚子里这些苦水一吐,证明火全出来了,毒全散没了。 等皇太极吐完,众人又扶他躺下,把被子给他盖好,又继续给他洗眼睛,大伙到外间屋休息。 魏宝山这才把发现房顶有人,夜叉抓到路青,顺藤摸爬瓜, 找到于杜海和乔天园,于杜海如何逃跑,杜拉尔,国国如何把他逼下山崖, 到最后马伯通三请救兵,终于打死了须贺和于杜海, 抢回解药的事情,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 直听的众人张着大嘴,不停地巴打嘴,直呼好险。 范文成亲自摆了桌押经酒,众人席间又是感慨完签。 第二天天一亮,宫中就传来喜讯,黄太极的病好了。 魏宝山等人赶紧到了宫中给黄太极请安。 再看黄太极已经坐起来了,脑袋也恢复了原样,眼睛也消了肿, 而且还睁开了。 黄太极细问其取药的经过, 魏宝山等人又把大闹御员冠之事述说了一遍。 黄太极听罢不胜惊讶,就听他惊叹一声道, 哎呦,为了本王我的眼睛牵连了这么多的人,不容易啊。 宝山,我行动不便,你和你师叔代替我向这些人好好的置些吧。 我是有心的人,一定对得起大家。 光阴四溅,日月如梭。 半个月之后,黄太极的身体彻底康复。 黄太极这才在宫中设摆酒宴,款待众人。 等到菜过三巡,酒过五位,黄太极起身道, 各位,此次幸亏有宝山师叔俩还有国国萨满和叶叉两人舍命相救, 否则,本王恐怕已遭贼人毒手。 本王决定,从即日起,魏宝山,马伯通入之文馆, 升为一等贾喇张经,受为艺书院大学士, 国国萨满接替已故的尼桑萨满之职, 任大金国大祭司,叶叉升为三千六百名御林军的幼统领。 老侠客无异,王田赏银三百两,马三十匹, 卢莲雄赏银三百两,马三十匹, 赐玉笔亲书辽东标局金点, 铁胆霹雳霞高宇赏银五百两,马五十匹,田地三百亩。 魏宝山众人赶紧倒地跪拜谢恩, 众人纷纷过来给这几人贺喜, 频频举杯庆祝,一直喝到后半夜,酒宴这才撤去。